把焦点转向国际 一起来关注过去30个小时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是明镇召集人陈子洁 元朗游行发起人钟建平先后遇袭 接着传出831游行背禁 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昨天被捕 来到今早 被捕名单增加了两个人 他们是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周庭 香港涉及人士陈浩天 昨天在机场被捕后 雨伞运动代表人物黄之锋 今天早上7点半前往地铁站途中 被香港警方逮捕 众目睽睽之下 警方突然在大街上 把他推上一辆私家车 同一时间 另一名成员周庭也在家中被捕 两人已经被押往湾仔警察总部 接受调查 香港警方随后公布 由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针对6月21号 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事件展开调查后 决定拘捕黄之锋和周庭 两人被指涉嫌刪祸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 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三项罪名 两人被捕后 香港政治副主席郑家朗 马上召开记者会 批评逮捕行动 是中共的阴谋 企图制造白色恐怖 以阻止民众参与 即将在明天上野的831大游行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高标的判断 前三项罪名 是因为他们想发展 对香港的判断 和香港人 第二个 他们真的诬断 和不同高标的判断 在动物件 试图制造白色 另外香港民政宣布 原定明天举行的831游行集会 申请一再被警方驳回 因此被迫取消 不过未来会继续申请游行 马兴舍新闻台综合报道